可是下一個月的東西應該要換到哪裡 換到這裡來 可是呢 它卻怎麼樣呢 在這下面產生出來 所以我要避免這個問題產生的話呢 游標再移動到A3儲存格 做一個限制 就一個條件 如果呢 下一個儲存格 下一個儲存格的月份 跟上一個儲存格不相等的話 那就不要填入任何東西 好 那條件怎麼下呢 首先的話 在這邊先把這個公式先delete掉 然後在這裡的話 用個if的判斷 if 那條件怎麼下呢 首先的話就是mance 所以我用打的好了 自己打上去 mance 括弧 括弧呢 A2 我們用A2當成基準 括弧 不等於 不等於是這樣子 等於是這樣子 不等於是什麼 下一個儲存格 下一個儲存格 把前面copy起來 貼上 然後呢 A2加1 加1 有沒有 這樣子如果不相等的話呢 那就不要輸出任何東西 不要輸出 就是空字串 空字串 還記得 反字的話呢 輸出什麼呢 輸出 A2加1 A2加1000 那往下填滿 A3加1 A4加1 一直往下 好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往下填滿 到這一個 有沒有 這邊是沒有問題 再拖拉過來有沒有問題呢 這邊沒有問題對不對 因為它跟它比對 兩個月份不同月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下一個怎麼樣呢 下一個因為它跟上一個比 上面沒有月份 所以無從比對 就產生什麼呢 value上面的錯誤 那value的錯誤呢 如果我今天呢 如果有value錯誤呢 我希望也是填入空字串 該怎麼做呢 儲好要再怎麼樣呢 判斷一次 那怎麼判斷呢 請你把這個範圍 不要再移動到最前面A3的位置 把這個公式呢 減下來 Ctrl加x 減下來之後的話呢 在這邊也是一樣用if來判斷 if 然後呢 用另外再加一個 這個地方有個函數 也是會常用到的 就是